第346章 天下无敌之愿 你还真是贪心 想买一送衣吗 这是附近许多人的想法 这个人间的超凡者有些胆大包天 不过 当想到他连顾明熙都照杀不悟 众人也就理解了 没有什么是他不敢想和不敢做的 身材超好 但是横有肉并不骨感 这是王轩接住周青皇后的手感 似乎很有量 嘴上说是一回事 但实际想法又是一回事 他当然在高度警惕 不然也不会左手持斩神旗 右手持元神锁链 不动声色的戒备 赶紧救他 肉身还能活过来 周青皇快速开口 稍微挣扎 但他力竭了 超物质消耗的七七八八 不然他早就先去救人了 王轩发现 他没有第一时间反驳他的话 却想着救人 这么看来他和顾明熙 并没到生死对立的程度 快放我下来 周青皇挣扎 长腿上丝袜有些破损 知性美的面孔上略有些焦急 既然是周小姐的死敌 救他作甚 一刀落下 永绝后患 王轩将他放下 右手黑色长刀高举 扑的一声 向下劈去 周青皇瞪大了眼睛 然后果断抱住他那条手臂 并想要说什么 王轩是探出 他确实不想顾明熙死去 直接这样阻拦 他无声无息地垫脚 毫不意外地被他踩到了 同时 他不动声色晃了下斩神旗 让刚激战过后 精神能量微米的周青皇 无知无觉间有些恍惚 然后他就是一个亮枪 这就导致 他抱着王轩持刀的手臂 加速落下 并改变轨迹 扑的一声 刀锋刺入顾明熙的胸口 周仙子 让我来就可以了 你这样亲自染血不好 王轩劝道 周青皇发呆 他这么参与 简直是 邪童批出了灵力的一刀 将顾明熙钉在那里 满地是血 关键时刻 周仙子真不手软啊 有人叹道 也有人大喝 周青皇 周仙子 手下留情 一些人实在忍不住了 刚才或许还能挽救 但是挨了这一刀 还能活吗 周青皇快速取出一枚水晶筷 里面封印有顶级药液 蓝莹莹 在解封的刹那 浓郁的生机散发开来 她快速给顾明熙灌了下去 又涂抹在她的伤口上一些 并让王轩收起银子的神链 道 顾明熙来得很大 现在不能死 哗啦 王轩从顾明熙的胸口 抽出原神锁链 但是 却又以神炼缠绕她的肉身 在外部将她锁了起来 她已经确定 周青皇虽然在针对顾明熙 但是却根本不想她 真正出事 这两人是演戏吗 还是说 两人既是对手 也有一定的交情 关系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事实上可能还很好 不是她过于谨慎 而是在这片空间中 很难彻底相信谁 这些人都来自大幕后方 全是初次相遇 根本没有交情 更谈不上知根知底 周青皇出场后 第一时间站队她 要和她合作 王璇对此感谢 不管她出于什么目的 愿意和她同属一个阵营 她都欢迎 但是 想让她不戒备 毫无保留的信任 那肯定不可能 两人原本不认识 结果对方见面就这么支持 她可没那么自恋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 无缘无故的热情 眼下她并去较真与挖掘 尽量联合一些同行者 只要能共同对付敌人 那她还是明慧经验的周小姐 如果她翻脸 突然改变立场 那也只好将她当成周妖女了 周青皇一顿忙活 然后松了口气 暂时看来 这具肉身还死不了 后面想办法的话能救活 虽说现阶段死不了 但是 这两道伤口太严重了 银色锁链贯穿心脏而过 黑色长刀 更是戳出前后透亮的大伤口 周青皇简直无言了 送你一个 不识人间烟火的出尘仙子 你就这么下手 要打死 她一阵头大 感觉没法面对 顾明熙那个阵营的人 顾明熙要是活过来 即便私下有交情 也要和她拼命吧 顾仙子很爱惜自己的身体 自幼到大 从没有这么伤损过 这种谢里呼拉的样子 让周青皇现在看着都眼韵 很是心虚 你为什么要杀她 活着的顾明熙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她背后的阵营不弱 她的外祖父 是一位准爵士高手 周青皇开口 你不是将她送我了吗 我觉得 留着她 也只会成为对手 王轩诧异 同时 她心中不以为然 准爵士高手怎么了 只要是为敌 照样要多 再说 她现在还在乎这些吗 连妖祖的亲儿子 都砍了很多刀 一旦为敌 哪还会管你的来历 周青皇手 抚银白的额头 觉得和她讲不通道理 再说了 我觉得周小姐人更好 端庄 温和 亮丽 知书达理 比她上来就要和我动手 不是强了一百倍吗 周青皇保持警觉 心说 你该不会是 也想给我来一记穿新锁吧 其实 我是想留下顾明熙 咱们三个坐下来聊一聊 我不喜欢骑成道 不愿看到顾仙子和她走得过境 这下好了 你让我难办了 周青皇揉了揉太阳穴 事情很棘手 非常麻烦 她想了想 道 不过 骑成道自己先驾驭保周逃走了 没等顾明熙一起离开 我去追顾明熙的元神 我和你一起去 王轩说道 周青皇看了一眼 她手中的斩神旗 立刻拒绝了 这要让她跟着一起去 估计元神也可能被她打杀 你不会对她的肉身不利吧 临走前 她看了一眼王轩 又看向地上的顾明熙 真有点担心 放心 我暂时不会给她一刀 就看她后面是否是实物 王轩说道 周青皇哑然 手扶眼睛矿 差点扔出去 在你心底的考量中 这样一个富有盛名的仙子 只存在杀与不杀两个选项 行吧 你别乱来就好 她点了点头 王轩一脸嫌弃 道 她浑身是血 灵魂都没有了 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 哪里有周小姐明慧经验的风采 别 我怕你了 周青皇嗑的一声没影了 驾驭顾明熙的连台 瞬间跑了 王轩确实没有打算再补刀 留着顾明熙的身体还有大用 现阶段敌人不少了 她要尽量团结一些强者为己用 当然 这个团结也可以用强 比如现在 顾明熙的元神 如果再出现 那么双方完全可以谈条件 让她替王轩去出手 即便是七成道来了 也不是不能和睦相处 可以让她帮王轩去征战 追杀奇连道 这些都是很好的选项 当然 这些都是短暂的合作 至于长远 等她境界上来了 这些人还会反目吗 真敢翻脸的话 那也只能尽量去指割了 天下和平安宁 总要留些血的 我的心愿是 天下没有敌人 都是有人 尽量做到天下无敌吧 王轩自语 这是一种心愿 附近还有很多超凡者 不知道王轩和周青皇聊了什么 但眼下顾仙子的身体 还在她的手中 有部分人不甘心 不愿离去 散了 散了 各回各家 各找个妈 王轩用银色神炼绑着顾明熙 像是提包一样 将她提在手中 这让一群人目瞪口呆 不愧是辣手摧花的王屠夫 丝毫不懂得怜香惜玉 就这样给拎起来了 王轩 你这样过了 再怎么说 顾明熙也是一位名气很大的仙子 即便被你俘虏 也应该让她体面一些 你这样太不讲究了 有人忍无可忍 在林中发生指责 王轩停下 道 你难道让我背着她 或者用胳膊夹着她 当然不是 那人脸色变了 那就闭嘴 顾明熙被人拎走了 消息传出 引发这片空间的超凡者哗然 一部分人跟了下去 这个王轩有点猛啊 将顾仙子都拿下了 据说 胸膛都被她给打穿了 如果不是被人拦住 顾明熙就被她直接打死了 路上 有人议论 都感觉很吃惊 这算什么 你们了解的太少 没听说过吗 王轩早些时 有碎凶手 和抱胸脚之凶命 救土人都知道 陈永杰来了 和几位结成同盟的 妖族强者走在一起 在那里爆料 同时他暗叹 王轩的风格从未变过 小王 你沿着那条大河 向前走三百里 会遇到一片雷泽 那里有神秘血池 当中有不小的造化 陈永杰暗中传音 告知王轩一个好地方 他改头换面后 装作画形的妖修 和几名妖魔走得很近 着实得到了不小的好处 他进一步提醒到 那地方被雪神员占据了 不过 他暂时离开了 你警惕一些 别被他堵住就行 陈永杰很满意 大半个月来 他破关了 已经是六段后期的高手 随时可以迈入七段领域中 他准备继续和妖魔混在一起 晋升到七八段为止 王轩亚异 暗中回应 表示知道了 然后他就提着顾明希的身体 一路走了下去 王轩 等我出关 绝对饶不了你 非将你千刀万剐不可 一片山脉深处 其怜到低后 身负重伤 因为王轩的参与 劈了他很多刀 导致他分心 差点被魔似活活打死 此时他身体破烂 原神受损 他艰难地逃了出来 他决定闭关养伤 并要找个造化地 尝试突破 回头要去虐杀 那个人间的王轩 不能善了 至于斩神奇 自然是他的首要目标 不允许落在别人手中 某片花香鸟语的山谷中 顾明熙的元神 怒视着对面的周青皇 光雨震震 他一副要与对方拼命的样子 明熙 别急 你的肉身没有消亡 还热乎呢 周青皇开口 快速解释 你在说什么呢 顾明熙想和他生死决战 周青皇扔掉眼镜 手抚额头 他感觉被王轩传染了 说话不禁思考 净吐出那样几个字 抑郁中 草木清新 奇物不少 阴云超物质化成的雾气 丝丝缕缕 许多灵山云征侠卫 煞是美丽 王轩沿着那条大河 一路前行了三百余里 来到雷泽 这里很特殊 隔着很远 就看到山地中闪电雷鸣 各种光在交织 这里是血神院的地盘 他在外四处寻找造化 不时回这里休养 前段时间 这里曾聚集不少妖魔 因为 这里有口血池 可以伐毛洗水 大幅度地提升体质 酝养精神 实在是一处造化宝地 直到最近 很多大妖魔相继在此洗礼后 才渐渐散去 只留下部分妖羞 王轩来了 看着这片异地 确实非凡 万里无云 而这片山地的虚空中 居然不断交织闪电 王轩 这里还有少量妖魔 不是很强 在远处发现了他 此外 在王轩的身后 也还跟着部分人 有人低语道 最好找人通知血神院 有人要进他的地盘 王轩既然来了 自然有所准备 他要在这里做官 提升到一定境界后 再进虚无之地 真正大突破 他想看一看 是否能阵落这些人的境界 同时更想真正掂量下 齐连道 齐成道 血神员 魔寺等人 只要他境界上来 他自然不出那些人 他手持元神锁链 拎着顾仙子 将他扔进雷则中 先看一看 那种闪电力道如何 究竟多强 咔嚓 几道电弧划过 披中顾明晰的肉身 让他的伤口再次破损 一出泄来 同时吹弹 可破的洁白身体上 多了几道胶痕 还行 问题不大 王璇点头 大步进入雷则 远处 所有人都无言 这个王屠夫真不讲究 可怜的顾仙子 居然被他拿来试水 还面还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呢 第347章 雷则血池 雷则 山井棋尾 电弧成片的划过 像是云霞倾泻 又像是大面积的极光 不考虑其危害性 倒是颇为壮观 很多山头都光秃秃 或者焦黑 伴着融化的结晶体 看不到活着的猛兽 误闯进来的生物 多数都会成为焦炭 死状很惨 王轩体外流动淡淡的白光 对抗特殊的雷道物质 这里的电光 有时在虚空中突兀的绽放 有时自地下瞬间腾起 让人防不胜防 终于 它接近雷则的造化地 前方没有草木 山岩成片 开始出现零星的洼地 像是储存着血水 这是从血池中流出来的液体 王轩以精神天眼观察 那不是真正的血液 更像是一种奇异的矿物质 咔 又是一片密集的闪电落下 橙青紫色 四亿饼饼飞溅 从虚空中猛烈地落下 击穿地表 流光四溅 王轩一闪身从这里消失 急速冲向造化地 它来了 有妖魔低语 对王轩抱有敌意 但也很忌惮 尤其是从星星过来的妖魔 那就更凛然了 王轩和陈永杰在星星灭妖 这实杀了不少妖魔 雷则深处 闪电雷鸣 一口血雾弥漫的池子 不时腾起绚烂的霞光 超物质异常浓郁 伴着勃勃生机 烟红的液体 从里面流淌出来 化成小谷的血光 蔓延向远处 在周围形成大大小小的血坑 各位 打扰了 血池这么大 我只占一脚之地 王轩向妖修打招呼 这里人不多 没什么强力打妖 好说 你请自便 一头山羊惊开口 虽化形为人 但头上的两只山羊脚 还是很明显地保留了下来 既然因为斩神器被人认出 王轩也就恢复了本来面容 不过一身重甲还穿着 王道友手断了德 将富有盛名的顾仙子都情下了 实在是让人叹服 这里的妖修并不古板 见他没有驱赶所有人 立刻有人开口 缓和紧张的气氛 侥幸 简的 王轩如实说道 他提着顾明熙 避开宛若雷霆沼泽的地带 站在了最大的血池前 也是源头 所有鲜红的液体都是从这里涌动出来的 其他人见状很自觉 和他保持距离 这口血池附近没人了 事实上 原本也没有几人赶进这口池子 蕴含的超凡之力太霸道了 赶在这里洗礼 动辄就将会被包皮 碎骨 除却血神源外 只有那么三五位强大的妖魔 曾进入过这里 王道友过于谦逊和低调了 顾明熙虽然年轻 但是在大幕后方 他有超越地先级的实力 一个奇异的妖族开口 周身闪烁金属光泽 连说话时都吭腔作响 这是古铜矿中 曾经的金属妖魔 王轩惊异 超越地先 这倒是出乎他的预料了 不过 这又能怎样 他想到了奇连道 身为妖族亲子 真是不敢想象 其真身道有底多强 还不是被他劈过十几刀 王轩将顾明熙 放在血池的边上 他自己围绕着这个池子 转了一圈 水面鼓鼓涌出烟红的液体 霞光泛起 颇为神圣 并没有什么腥味 他以精神天眼凝视 仔细观察 这个池子还真是颇为神异 他观测到了部分本质与真相 确实不是血液 而且 也不是是普通矿物质那么简单 在池中超物质中 竟蕴含着极其稀有的特殊物质 红色烟霞 接近真实能量的超物质 他大吃一惊 当然 那种物质非常稀薄 还是以正常的超凡能量为主 王轩提起顾明熙 将他一双腿放下去了 刹那间 他的小腿迅速红肿 有要破损的迹象 照这么下去的话 估计会被包下一层皮 血池 姑且当他蕴含着稀有矿物吧 不似温和调养 而像是箭单过脉 震骨 这种洗礼肉身的方式太激烈了 王轩将他提了上来 放在一边 他脱下重甲 穿着普通的衣物月入池中 然后就体验到了那种惨烈的痛 他全身像是被锥子刺破 像是有一只又一只大号的钢针 贯穿全身 在血肉中急速游走 让他忍不住发出声音声 一些妖羞退走 不想离这个人过境 毕竟 这是一个有前科的人 在心心杀了那么多妖魔 这孙子还真是胆大 敢只身来这里伐毛洗水 到了关键时刻 待他五脏心生 血肉玻璃时 给他来一下狠的 刚才还在和王轩缓和关系的妖羞 退到远处后立刻 就换了副面孔 你有把握吗 顾明熙都险些被他干掉 这个人绝对不好对付 我看还是别冒险了 部分妖羞在远处观看良久 都从心了 悄无声息地退走 觉得真没有必要去折腾 因为动辄就可能 将自身给折腾没了 但他们还是不甘 对一个现实人抱有敌意 自然不愿意看到他体质提升 道行精进 他就不怕一会儿 被人堵在这里吗 还愣着干什么 我们不出手 但可以对外传讯 希望血神员能够闻讯赶过来 或者骑程到杀制 将他给干掉 这群妖羞跑了 准备借刀杀人 坐山观虎斗 此时 王轩全身颤抖 这种滋味 痛得这辈子都很难忘掉 随着时间推移 这像是在被肢解 有人拿体骨刀给他包肉 但他能感应到 对自身确实有好处 打破体内固有的平衡 让他在经历换血与心生 血池中的超凡力量非常霸道 明明是蕴养精气神 但却像是酷刑 比刮骨疗伤更可怕 现在称得上再刮碎 半个小时后 王轩的体表裂开了 剧烈地脱皮 让他皱眉的是 他的五脏与骨头 都没有被重塑 我的身体本就是最佳形态 不需要重塑吗 他筋骨并未被改变 但某种生机 在他的血肉中出现 让五脏共振 令骨髓发光 全身上下共鸣 一小时后 王轩换血完毕 伤口愈合 全身都隐隐发光 体质确实提升了 精神力也有所增长 但是 他很不满意 这口血池 对他没有那么大的效果 他只是从七段初七 提升到了中七而已 此时 雷泽中出现了一些高手 闻讯而来 但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王轩准备沉入池底 去探索那种 接近真实能量的红色烟霞 上面太稀薄 看一看下面 是否更浓郁一些 是 他手中出现一口黑色的长刀 架在了顾明熙的 如天鹅般的雪白景象上 顿时让那里 躺出一缕血迹 不远处 齐承道阴沉着脸 无声地从一块巨石后 走了出来 他冷冷地开口 放开明熙 你离这里远点 为我护法 王轩回应道 齐承道的目光很凌厉 是男人的话 就与我一战 看一看熟弱熟强 凭真本事论成败 可以 先替我在外面守着 我现在心有感悟 想破个关 回头和你切磋 王轩温和地说道 远处 许多人都露出一色 这都什么年代了 能够保住现有的实力就不错了 你还想着一而再地快速破镜 齐承道冷着脸 道 王轩 我对你没有什么成见 甚至原本很欣赏你 但你现在让人失望 居然这样要挟 不是真英雄行径 你是想和我进行 所谓的公平的超凡道争 王轩笑了笑 道 你现在什么境界 逍遥游第二个层次 还是第三个层次 接着 他又平淡地说道 我对你也没什么成见 等我进入人世间第八段 很快 不会让你等太久 到时候 我和你切磋 附近来了不少人 收取血池中流到远处的烟红液体 准备带到其他地方去洗礼自身 人们露出一色 王轩所说是事实 他的境界低于齐承道不少 眼下对上的话 那算什么争道 齐承道压制杀意 他忍住了 众目睽睽之下 他如果这么杀过去 万一逼得对方将顾明熙斩首 那也会显得他过于强势于冷酷 同时 他确实不想顾明熙在这里被杀 我给你时间 我看你能走到哪一步 齐承道面无表情地开口 王轩没再说什么 盯着池底 准备下潜了 远处周青皇来了 带着顾明熙的元神 躲在雷泽隐壁处 道 看到了吧 你的肉身没事 顾明熙不想理他 那是没事吗 被银色神炼锁住 身上有雷劈过的焦黑 还有可怕的刀伤 更是曾经被锁链穿心而过 扑通 王轩将顾明熙的身体 扔进池中 回头看了一眼齐承道 道 放心 血池对他有好处 齐承道脸色脸色冰冷 没有说什么 远方 顾明熙的元神 有些坐不住了 很想冲过去 这次真的是满心的苦涩 身体受损还被擒 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样 被人压着共进血池 实在太狼狈了 到了池底后 王轩被惊到了 这个血池像是天外陨石砸出来的 底部有明显的痕迹 残留着部分奇异物质 那是接近真实的力量 这让他心头俱正 一块天外陨石 曾携带有那种物质 第348章 该阵一阵了 陨石应该有碎片留下 大概率是很久以前就被人捡走 让他一阵沉思 只是较为接近真实之地的超物质 但终究还不是 并不足以引发质变 王轩摇头 但这依旧让他遐想 宇宙深空中 竟有这样的陨石落下 还有更大的源头吗 漫长岁月以来 猎仙并没有闲着 在宇宙不少神话星球上 都留下了足迹 但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发现 如果能找到一颗 接近真实的超凡星球 那么很多事都将改变 即便出现不了新的神话体系 但也能为现有的超凡世界续命 这块陨石和神话一样 也只是一场意外吗 偶然出现 找不到源头 如那无根之瓶 他在这里寻觅 确实只有残迹 并无真正的碎块等 他认为 前人一定仔细找过了 且进入过星空搜寻 但没听说谁找到出路 这种物质的等级 最多也就是 和虚无之地的银色能量相仿 王轩评估 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来说 都难以改变大事 然后 他就盘坐下来了 安心修行 皆以那种奇异物质为己用 上一次 他在虚无知的有所悟 在人世间这个阶段 就是要寻找 接近真实的力量 强大自身 找到的真实之力 种类越多 越强大 他将来突破到 逍遥游十月猛烈 那时即便是 正在腐朽的神话 也难阻他 就这样 他反复提炼 以精神天眼分辨 排出其他超凡因子 只汲取那种陨石物质 身体渐渐发紫 而后 轰的一声 他的身体进前 雷霆乱炸 王轩眼冒惊心 那种红色烟霞 经过萃取 真实颜色为紫色 居然有这种副作用 伴着闪电 难怪这块区域中 化成雷泽 让我想一想 谁的雷道手段强大 瞬间 他想到了红衣女 妖仙的父亲 剑仙子说过 那是一个绝顶强大的方式 掌握雷霆不语 当年 该不会是 被他捡走了陨石碎片吧 王轩多少有些怀疑 不过 现在考虑这些 已经没有多大意 他提炼这种物质 纳为己有 同时也在被动引为脆体 血池中 烟霞阵阵 释放出的超凡之力 更为浓郁了 那是因为 王轩不取 连着地脉的普通超物质 都被他排了出来 动静这么大 他在水底下做什么呢 一位人族修饰狐疑 真的在修行吗 折腾出这么大的水花 一位妖宵也开口 齐成道的脸色 顿时冷冽下来 喝道 闭嘴 他自然知道 没有变故发生 只是那个王轩在水下 发风炼化超物质 又全部挤压出体外 实在是瞎折腾 远处 顾明熙脸色骤变 坐不住了 连周青皇都快拦不住他了 明熙 没事 他不会乱来 周青皇 我被你坑惨了 你就会说这种话 要不然 把你的身体也扔进去试试看 雷泽中来了不少超凡者 最为恐怖的是 一道血光横空而来 强大的血神员出现 身后的肉翼非常宽大 遮天蔽日般 他血气滔滔 远比其他妖修药 强盛很多呗 他三头六臂 满身红色长毛 三颗脑袋后面都有神环 威猛而又猙獰 像是魔神降临此地 我说过 这是我的地盘 没有我的允许 妖修之外 任何人不得踏足 他平静地开口 身为妖圣之子 他的血脉足够地强大 兼且自幼 便被严苛地培养 一身道横射人心神 盯着血池这里 一步一步走来 不过也好 我正要找他呢 对斩神器神亡已久 他咧嘴笑了笑 道 王轩 打杀就了 王轩在池底炼化陨石物质 汲取紫色精华 对外面也有感应 他的神觉十分敏锐 感受到了某种威胁 开口道 齐护法 暂且拦住他 我现在不宜出关 起初 齐承道还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王轩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 他的脸色才猛地阴沉下来 原本他想默示 就这么放任血神圆下去 杀壁关的王轩 他自己也要找机会动手 结果他升格为护法了 真是给你脸了吧 他神色很不好看 你想借刀杀人 让我除掉顾明熙 王轩开口 齐承道想跳进血池 立刻宰了他 真不甘心啊 凭什么为他护法 但是眼下当着众人的面 他还真不能翻脸 不能逼王轩落手催花 元兄 暂情止步 还不能出手 齐承道开口 捏着鼻子忍了 闷了一肚子火气 血神员笑着道 齐承道 你不要自我感觉良好 认为自己是天仙之祖 齐藤最欣赏的后人 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做态 这种身份没用 他咧嘴时 露出雪白的獠牙 真是一点也不在乎 继续向前走去 元兄 你误会了 我无意与你为敌 我得因为有人被他劫持 我心有顾虑 不得不暂时隐忍 齐承道解释 他自然不愿意 平白与人为敌 血神员向前走了几步 俯视血池下方 道 原来是个女子 好像叫什么 顾明熙 她都这样了 留着她干什么 杀女正等 就是此时 明你到心 还不动手 留着她过年啊 我帮你 血神员一巴掌 就向池中拍去 相当霸道地出手了 想将下面的两人都打死 齐承道脸色顿时黑了 这个该死的红皮猴子 满嘴妖魔雨 这等于是在逼得她动手 哄 她如闪电横空 一掌向前拍去 和血神员对了一掌 搅起如同 十二级飓般的能量狂暴 血池的水倒灌向天 附近的山地被撕裂 数千上万斤的的山石 都被卷了起来 血神员冷笑 三颗头颅后方 各有一道光环 全部变得无比绚烂 飞了出去 神环碰转 铿锵作响 要将齐承道锁住 吃 齐承道的鹅骨发光 天生的纯阳争骨 积射神圣之光 璀璨而射人之极 将三道神环撞开 两人动手 让所有人接近 果然强的离谱 引动了雷泽的闪电 风雷阵阵 经得许多超凡者 远去 不敢临近这里 齐护法 你和他在演双簧吗 离血池远一点 你们要是在接近这里 我就送你一颗美丽的头颅 王轩在血池中传音 齐承道和血神员对视 他暗自转音道 元兄 还请相助 捎带片刻 总有杀他的机会 可以 我给你面子 血神员暗中回应 和齐承道罢手 不再厮杀 停在远处 更远处 顾明熙有些沉不住气了 身为当事人 众目睽睽之下 被拘押在池底 实在让他倍感煎熬 冷静 你要向好的方面想 你的肉身在池底蜕变呢 新生的你更加强大 周青黄服了 浮雪白鼻梁上的眼镜 这样安慰道 周青黄 你再说这种话 我和你翻脸 顾明熙现在又急又气 要不把你的肉身给我 咱们两人置换如何 好呀 没问题 周青黄笑以您的点头 顾明熙顿时警惕无比 道 你这妖女 想胡来吧 反正又不是你的身体 你想哪里去了 我是觉得 我和她熟 可以谈判 另一个方位 血神源对身后的妖魔传音 道 你们谁擅长土盾 妖里妖气的陈永杰 第一个站出来 道 我 精通穿山破土神行术 最近她都和一群妖魔混在一起 一张从老中书房 得到的那么多经文 找了一篇绝密心法 改头换面 将自己弄的妖气浓郁无比 现在她又跑到这里 主要是因为 告诉了王轩 这里有造化 能够破关 她怕王轩万一突破 将她震落下来 有胆气吗 敢入血池去干当那个王轩吗 血神源问道 有 愿为圣子分忧 陈永杰很硬气地开口 将胸脯拍得帮帮响 附近 一些妖魔富匪 你还真会拍马屁 妖圣的私生子 直接就被你喊为圣子了 血神源给了她一张鲜红的符纸 道 进了血池 志向她就可以 抵得上我全力一击 最后 她又补充道 嗯 活着回来 我收你当亲信 现在可用的人太少了 陈永杰顿时表忠心 而后从原地消失 没入地下 血神源面色冰冷 收什么亲信 炮灰而已 让她随便去碰碰运气 成功固然好 失败也所所谓 至于她自身 用土盾去杀一个七段的人类 实在丢不起那个人 她自恃甚高 陈永杰嗖嗖地钻地而行 她现在十六段巅峰 只差一线 就迈入七段领域了 可以绝杀九段的生灵 再现实也算是强者了 王轩警醒 她的精神天眼 第一时间捕捉到了异常 但她立刻洞彻了本质 看出是老陈来了 陈永杰暗中传音 告知了原油 又道 这次你会不会震啊 我等在这里不走了 不久前我破关过一次 但没有震 王轩告知情况 你七段了 老陈无言了 她以为自己追上了王轩 结果发现 依旧落后了 不管了 我躲在土层中不回去了 这张符纸 找机会打那头大猴子 自己身上 老陈说道 她认为 王轩不久前没震 有可能因为不是在 虚无知的破关 她可不想想 辛辛苦苦突破了 万一再被王教祖 给震落下来 还是守在这里保险 王轩接引紫色的陨石物质 觉得差不多了 在这里普通的超凡物质很多 但是那种奇异物质有限 她吸收到现在 也只是接近七段中后期而已 她感觉还是虚无知的靠谱 需要去那里破关为好 顺便 如果能将这群人 都给震落一个境界 那就美妙了 大概率和我无关 但是 万一又巧合呢 大墓中的质宝没准 又要左腰 该去震一震了 王轩决定 再去飘渺之地走一遭 震重人试试看 旧土 张道领又来了 和女方式通话 问她要不要去外太空中的 异域空间 就地重游 看一看那群年轻人 是否会给人惊喜 有非同一般的收获 雷泽中 血神圆盘坐下来 嘴里含着一颗神珠开始修行 这是她不久前 在一处遗迹中得到的瑰宝 上古天妖留下的妖丹残快 她准备再破一关 到时候 谁能压制她 整片抑郁空间 都将以她为尊 有造化 都将被她先洗劫一遍 当年启程道刚出生时 便鹅骨发光 生具纯阳之骨 感觉敏锐 第一时间发现 不远处的血神圆情况不对 身上有极其强大的 上古大妖的气息 嗯 她得到一颗妖丹 不行 我也得想办法进阶 罢了 我的那滴天髓 还是提前用掉吧 齐成道警醒 绝对不能让血神圆 在这里所向披靡 到时候 谁都将竞争不过那只大猴子 那就麻烦大了 她也准备借西式奇物破关 某一篇秘境中 齐连道满身霞光 妖气重天 一身力量汹涌澎败 自语道 再怎么说 我也是妖祖之子 今天动用一片天药花瓣 强势破关 只是可惜了 我原本想留着 在县世重新接近地先境界 无路可走时在扶持 熬屋 圆脸少女兴奋地叫道 居然发现 上古百虎族的洞府 太开心了 让我找找看 能不能在这里破天关 血池附近 周青皇戴着眼镜 净显之性美 看向顾明希的原神 道 明希 你要不要和我换肉身啊 我愿意的 不换 顾仙子果断拒绝 怕她顶着自己的肉身去瞎折腾 周青皇没有抢求 道 暂时不换也行 你看其成道 还有那只红猫猴子都不对劲 再努力冲关呢 我们也需要赶紧提升实力 我连肉身都没有了 怎么提升 顾明希不开心 瞪了她一眼 我有啊 你进来 我们暂时共用一身 我这里有一门原神共修大法 我们一起修炼 或许能因此破关 呸 就知道你不正经 顾明希警惕地看了她一眼 你说什么呢 我也是女人 周青皇邀请她尝试 一起修行 并暗中告诉她 自己有一种精神大药 可助修行冲关 真的 真的 该阵一阵了 陈永杰不淡定了 听王轩说 要再走那条新路 她比正主 都还略显激动 颇为期待 第349章 集体反向升级惨案 一切就绪 王轩准备 再进一次飘渺之地 接近真实 陈永杰严阵以待 随时准备拎出自己的大黑剑 朝顾明希砍去 她现在负责警戒 看守人质 至于卧底妖族内部的身份 随时都可以抛弃 王轩安静下去 元神进入命土中 这里生机勃勃 有淡淡的银雾飘起 像是春雪 又似柳絮 万物即将出发 一株洁白的天药 破土出来很多天了 这是绝世强者正元天 亲自在最高等精神世界 艰难采摘的 如今已经长出两颗银色嫩牙 欣欣向荣 给人新生的潮气感 可以生死人肉白骨 看来 这里真的与虚无之地的 有了丝丝缕缕缕的联系 有些许银色物质增腾 天药生长速度变快了 另一株天药 同样有了两颗嫩牙 流动萌萌紫光 伴着雾气 有种到蕴天成 不可言说的神秘感 养生炉下的木托生 跟发芽所诞生的天药 王轩不知道她的终极形态 老陈怀疑 在我的那片飘渺之地突破 等于在找新的神话世界 在汤星路 所以震动了 就有的超凡事件 而我虽然也是心有怀疑 但理性考虑 又觉得一直是巧合 恰逢质宝出世所至 王轩琢磨 她得主动一些 来到养生炉前 用力搬动那重于万军的炉盖 而后哐当一声又放下 她有意震动质宝 这样是否能引起 神话领域中的其他质宝 出现异常 她记得 早先大幕中的质宝出世时 养生炉便曾跟着轰鸣过 后来被她告诫后 才安静下去 王轩匡匡来了几下 便赶紧收手 适可而止 出发 她戴上斩神旗 揣着银色兽皮书 没入命土深处 瞬间不见了 又一次缥缈之旅 在王轩的感知中 大概过去了两个月 她出现在了生命之池的境前 搬运来大量命土 栽种天药后 像是一下子 拉近了两地的距离 节省了大量时间 上次回归时 她就有这种感受了 最早期时 她从命土出发来到这里 足足需要18个月的时间 现在像是大幅度缩短的路程 银色物质弥漫 这里生机盎然 粗糙的池子中 液体不见减少 始终很充沛 王轩吃了一惊 最让她感到意外的是 命土堆成的小山 以及遗灾的天药 变化格外大 土山被生命物质覆盖 银雾像是化成了 栩栩如生的动物 如龙在盘绕 如虎在昂首 像是猛禽在震指 这堆命土云龙雾绕 白雾上山 不断流动 九节天连 更是截然不同了 抽出一根长长的藤条 挂着三片星叶 带着荧光 这是变异了 怎么看它都不是连的雏形了 而像是藤螺抽枝 现在一尺多长了 还有了细细的小刺 橙暗红色 这是在自我保护吗 长得这么快 可以考虑再次一只天药了 会拉近我的命土 和这里的距离 王轩越发认为 以前的猜测有道理 命土所致 足迹所致 天药所致 等于是在虚无之地拓荒 是它自身在接近真实 不管其他 先洗个澡再说 它扑通一声 跳进了像是粗糙岩石 开凿出来的池子中 浸泡在银色鲜叶中 真舒服 比在血池中 待着墙太多了 还是自家的池子好 它的精神体 在贪婪地吸收营业 这是极其高等的能量 无论是对肉身 还是对精神 都有惊人的滋补效果 可让原神获得新生 每次来这里 它都能有新的变化 会退下一层精神胎衣 原神力因此大幅度地提升 说起来 血池中的那块陨石 有什么来历 是从宇宙深空中某个角落 经过太阳系时被捕获 而后坠落的吗 它在皱眉 那块陨石 蕴含着接近真实的力量 让它产生许多想法 王轩看着远方的漆黑虚空 这里是真正的宇宙吗 能在现实世界中 找到相对应的位置吗 它带着一色 这里究竟属于自身 还是说 其实依旧是外在大宇宙 亦或是说 它来到了一片奇异的天地中 正在接近一片新的神话体系 那所谓的真实之地 到底是怎样的 究竟有什么 王轩对血池中的陨石 留下的痕迹 确实有怀疑 该不会就是从 虚无之地中坠落出去的吧 或者说是 被人采集到并带出去的 飘渺之地也有陨石区 半生有永不凋零的长生之花 那里相当的危险 这次它要去看一看 当然 在这之前 它还是要在这里修行一段时间 先以提升实力为主 历时半个月 我在金文火堆前 晋升到第七段 是在现实世界中 汲取接近真实的物质 总的来说 那夜精神病重症患者的纸张 对我还是有用的 视万物为外感 与自己内心互动 它从另一个角度全摄了真实 既然给予了我启发 那就接接用它上面的两个字 为第七段命名 怪感 准备充分后 王轩带着浸泡过 银色鲜叶的斩神旗 和兽皮卷上路了 要去截杀红色霞光 又一次被虐之旅 他很清醒 所谓的截杀 自然是相互的 主要是他自己被折腾 被那红色云霞纠 截杀 侵蚀 焚烧 轰击 数日后 他看到了远方如潮水般 涌动过来的红色云霞 照亮了黑暗的虚空 像是千军万马杀来 震慑人的灵魂 王轩 以斩神旗裹住自己 小心接引红色霞物 开始了炼狱级的修行 在艰难困苦中 被虐 生不如死 啊 他开始了死亡嚎叫 然后就是地狱翻滚 斩神旗烈烈 丝丝缕缕的红霞纠缠上来 王轩被灼的精神开裂 这不是他第一次经历了 但是依旧有无比痛的领悟 红霞落下 堪比雷霆轰击 鸟鸟红雾覆盖 如至强天火焚烧 这让他的精神体 近乎要崩溃了 接连数次 王轩汲取少量红色物质 化为己用 他每次都将自己 折腾到濒临死亡的状态 然后才艰难 逃回银池中续命 外太空 抑郁空间中 凹屋 圆脸少女美滋滋 找到白虎族的上古洞府 第一时间得到好处 在虎穴中 吞噬一株稀释虎药 他满地打滚 幸福就是这么的出其不易 就是这么的简单 然后他就开始冲关 准备更上一层楼 可是就在他实力 刚有所增长 倒行才静静时 他便觉得身体摇晃 震得他有点晕头转向 不对 不是我在摇晃 是我的倒机 境界有点不稳 喵的 我没进阶 反而要掉急了 啊呜 他怒了 就土 老张刚走进 安城的深空飞船基地 准备乘坐飞船前往外太空 看一看抑郁空间的情况 结果 现在他直接止步了 僵硬地站在基地中 他一阵不安 怎么 又震了 他立刻联系女方时 问他是否觉得有情况 到 大幕后方 人事件 逍遥洲 是否又出现了 有可能 方雨竹不确定 但是 他明显觉察到 又震上了 大概率又有质宝 飞腾了出来 不好 这次震得有些厉害 张道林 站在原地不敢动了 掏出秀极斑斑的铜镜 直接就给自己来了一下 光滑刺目 照亮全身 他觉得不稳妥 又将铜镜 像是敷面模式的 直接盖在了自己的脸上 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有热心的年轻人走过来 问他怎么了 是否需要帮忙 你们几个不要过来 别害我 我年纪大了 两千多岁了 千万别扶我 当心我饿你们 你们这么做 可不是见义勇为 老张警告他们 不要动他 外太空 异域空间中 血池底部 王轩一会儿冒出红光 垫糊胶织 灼烧的他 自身皮开肉绽 一片焦黑 一会儿后 他又身体泛出荧光 生机勃勃 所有伤口愈合 真的来了 陈永杰搓手 第一时间扯着原神锁链 将顾明熙的肉身 给扔一边去了 刚才他的身体 险些被红光点燃 甚至 刹那的接触 他一只雪白的狱卒 都被红光灼烧得略微发黑了 真是了不得呀 经王轩淬炼 过滤后的红色物质 还这么的霸道 杀声力吓人 陈永杰接引丝丝红色物质 手上立实脱皮 开始出血 他深感吃惊与忌惮 缥缈之地 王轩数次折腾后 愈先愈死愈生 从天堂到地狱 又从深渊升回天穷 大起大落 痛病快乐着 但他确实要破关了 冲击近八段后 我应该去陨石坑 试试能不能挖的洞陨石 看看能否汲取到新的神秘物质 让道横接着提升 王轩在生死间起舞 这种艰难的苦修 动辄就会让自己死掉 真的像是在踹阎王爷的桌案 骂骂咧咧地 嚷着要回人间 外太空 异域空间 离血池较远的地方 三头六臂的血神源 脑后神环璀璨 口中含着上古天妖的残丹 原本有源源不断的妖力在涌动 被他汲取与炼化 他都准备破关了 可是现在 一阵再阵 连他的身体都开始晃动了 体内的命土在翻动 导致他道横不稳 没能突破 而且居然 要掉境界了 血神源毛子开河间 杀气腾腾 他怒怨滚滚 什么状况 他熬的一声怒吼 另一边 齐成道也瞪大眼睛 见鬼了 他想冲关 却在退化 他们的 怎么回事 境界天花板 砸在他的身上 让他脑瓜紫嗡嗡地 眼冒惊心 周青皇 你在盗取我的超凡力量 远处 腹白貌美大长腿的周青皇 摘掉了让他带着书卷气息 净显知性美的眼镜 扔在地上 显然 现在开口说话的 不是周青皇自身 是那顾明熙在撒气 我没有 我也在调境界 老天 你这是在温柔地摸我的头吗 这可不是宠爱 而是天花板坠落 这是板杀 着实让人受不了 周青皇叫道 他也无语了 马上都要破关了 居然又被震落下来 颠簸动荡 剧烈地让人受不了 一片秘境中 齐连道长发飘舞 眼神像是闪电 大吼道 我要冲上去 破关 可是 转眼间他就又怒了 道 警号 又来了 这次更干脆 别说破关 他发现 道横快速下降 他掉境界了 居然是反向破关 我AZ警号人民币 他怒不可遏 满嘴芬芳 前追妖祖的名号 加上他自身的激动情绪 在问候上天 这一刻 所有人都很惨 想要借助身上的天药 妖丹等奇物破关的天纵奇才 相继开始发生反向升级惨案 第三百五十章 魏震天 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 这次有没有出现巧合 王轩自语 靠在粗糙的池壁上 精神体大面积的焦黑 浸泡荧光蒸腾的液体中 他在恢复精神 身上焦黑色的老皮不断脱落 那是精神太医的又一次玻璃 原神获得新生 他正式破关成功 进入第八段 容易上瘾 痛病快乐着 我又进阶了 这种感觉真是复杂 地狱级的魔力 让他痛苦难忍 但是当安静下来 躺在这里后 一切又是如此的美妙 他全身都轻松了 当他睁眼后 双目中荧光一束束飞出 但在那眼底最深处 却也有奇异的符号 一闪而没 那是红色物质 云霞化光 化火 化雷霆 化劫 百炼精神体 终于被他吸收 并炼化了丝丝缕缕 那为机药 在他的精神天眼深处 双目各自出现一枚红色符号 随着他开合 随着的念头而动 可以交织出神秘纹落 烟红的纹理 像是他留下的血色眼泪 落入虚空 向前滑落 纹理开始扩张 能短暂锁住狭小的空间 王轩默默体握 这次的收获 实在太大了 随着他猛然发力 当双目怒争时 那片狭小的空间内 烟红纹落收缩 绞杀 破坏力异常恐怖 锁住狭小的空间 可以在里面进行 单方面的屠杀 他自己道出了本质 简单的话语 蕴含着杀结之力 王轩坐在池中 平和而安宁 认真理解自己的 新获得的力量 他沉浸无声 像是化中人 付出不见得有回报 但不付出 永远不会有回报 现在 他收获了一种 新奇的能力 强大的惊人 最近 他都在拿性命 来接引红色物质 在生死间解析与对抗它 现在他看到了 黑暗中最为绚烂的一道光 王轩提醒自己 平日尽量有所保留 不轻易动用 一旦动用 那就意味着要死人了 无论是红色能量物质 还是那种超凡血纹 等皆都高的离谱 他不会随便暴露出去 他静坐了很久 比之生死魔力的时间还要长 在这里修养精神 并将这种能力参悟透彻 非常满意 直至最后 他缓缓起身 自语道 再去巩固一下 淬炼精神天眼的能力 他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了 万一与新的神话路有关呢 那就多阵一阵 就这样 他又要开始了 外太空 异域空间 血池附近 平静很久了 应该没事了吧 风波过去了 血神源神色难看 三颗脑袋后方 那对应的三道神环 都黯淡了 刚才极其异常 震个不停 人生都仿佛在剧烈颠簸中 他的命土不得安宁 他不仅冲冠失败 还掉境界了 我要修回去 还好 我有上古天妖的残单 即便如此 他也很肉痛 那么多天妖之力都浪费了 齐成道也默默取出一块灿烂的水晶 解开封印 又吸了一点天髓 这属于天命物质 半滴就可改命 他每次都细丝丝捋捋 特别节省 但是刚才 他的心都在滴血 眼泪差点落下来 明昔 咱们共修 双修 重头再来 见鬼的老天 温柔的摸头沙 我恨你 周青黄帆白眼 招呼顾仙子继续 准备好精神大药 想将跌落的境界重修回去 我的天药 那片花瓣白腐蚀了 某片秘境中 妖祖青子 欺怜到低后 肺都要气炸了 他没有急着 腐蚀第二片花瓣 因为真的怕了 万一在震呢 直到等了很久 按照前段时间的传闻来看 天震应该结束了 最近 现实的超凡者都有经验了 所有的震动 都是有规律的 节奏很稳定 现在看来 寂静周期足够长了 这次的风波 确实过去了 他不放心 依旧在等着 直到最后确信 没事了 担得太久了 我在这里体悟新能力 居然耗费了 比修行和远行还多的时间 我当继续勤勉 王轩叹气 然后他一头扎向黑暗的虚空中 又去截杀红色侠物了 是要战胜自己 将地狱及酷刑 当成新生之路 啊 不可原谅 上天你何其不公 盯上我了是吧 麒怜到面孔阴沉 刚服侍下第二片 天药花瓣没多久 他们的又震上了 他怒发冲冠 凌空而立 面对苍穹 抱以诚挚而激烈地问候 无法无天了是吧 血神员也炸毛了 一口吐出上古天腰单 恨得脑后的神环都速速乱颤 他三头其吼 六臂共摇 想将天给捅个大窟窿 喵的 熬 白虎族的上古洞府中 圆脸少女在虎穴中打滚 圆脸气鼓鼓 大眼瞪得溜圆 旧土 深空飞船基地中 老张把铜镜盖在脸上 阵风自己 一动都不动 如同石化了 想要熬过这次天阵 可是几个热心的年轻人 认为他不仅身体出了问题 僵硬在原地 连心智都出了状况 不然怎么嚷着要讹人 所以 他们将老张给搬起来了 要送他去医院检查身体 别搬 原地放下 你们这不是救人 我站在这里不动 就是在自救 我两千多岁的人了 不会说谎 真讹你们别后悔 老张急眼 然而没什么用 他只能用双手 将镜面捂在自己的脸上 这次巩固精神天眼 加身修行 王轩觉得效果极佳 当结束时 他已经站在八段中后期了 外界 一地鸡毛 一群人脸色惨白 但凡破板几的天纵奇才 都有些惨 这次天阵主要针对他们 许多人沉默 这次完全不讲武德 不讲天理 震动都停下了 彻底风平浪静 结果又经历了一次二进攻 至此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了 太坑了 天药 精神大药 妖丹 天水 哪个不价值连城 实在没想到 天阵中也有二次元阵 有人愤懑 王轩上路 拥有强大和饱满的精神状态 神采异异 他手持斩神奇 冲向黑暗虚空的深处 他准备接近 永不凋零的长生之花 去挖陨石 验证心中所想 我的实力大幅度提升了 如果陨石中 也蕴藏着神秘能量 那么我会变得更强 他很希望找到新的力量 同时 他在琢磨 红皮猴子 骑怜到等人是否降级了 如果为真 这种感觉似乎很奇妙 我声 你们想 真不错 说到最后 他忍不住咧嘴 笑得非常开心 有些灿烂 此时 外界 陈永杰的感觉也不错 听着外面的怒吼声 他不得不叹 王教祖简直可以改名 叫威震天 震起来威力越来越大了 王轩耗费几个月的时间 出现在陨石坑外不远处 感到了虚无之地的最重要 与最特殊的地带 以他的角度来看 陨石坑挂在天穹上 天地颠倒过来 坑到通向漆黑的天幕后方 坑中 绚烂的烟霞流动 全是红色物质 比王轩所对抗的那些红色霞物 浓郁很多倍 毫无疑问 这里更恐怖 最为重要是 此地有一些稀薄 而真实的金银颗粒 混在烟霞中 疑似真实之地流动过来的 无价产物 陨石坑很深 确切地说 是一条路 连着未知之地 让人强烈想要探索 仅是在途中 坑道内就有让人疯狂的东西 洁白的花束在云霞中摇曳 不凋零的长生之花 神圣无比 光与点点 清香辽动 烈仙在他面前 都显得很俗气 唯有他不染烟火 超乏而纯净 不朽又无瑕 这次 王轩压根就没有想穿过陨石坑 前往他连着的神秘之地 关于真实的源头 现在他的还无法真正踏足 陨石坑中有红色颗粒晶体 属于真实之地的跨界物质 太过可怕 他裹着斩神旗都扛不住 旗面都曾浇黑过 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来 不及溃步 无以至千里 总有一天 或许要不了多久 我就会横渡过陨石通道 王轩找了一处离通道非常远的地带 慢慢接近 遮在黑暗天空中的陨石 准备敲打 开挖 定 他用斩神旗的旗杆触及陨石 看起来很粗糙的石质 居然发出金玉之音 清脆玉耳 而且很结实 如果是一般的陨石 早就被斩神旗戳碎 大片鸡粉落下了 王轩开始发力 以斩神旗为工具 正是开挖 像是玉石在撞击 四大猪小猪落玉盘 轻力而好听 接着石屑出现 很快有石块脱落下来 咦 真的有非凡物质 王轩动容 这才包开浅浅的一层石皮 就有一股生气弥漫出来 而在陨石深处 似乎还有什么更为惊人的东西 他用手触摸 掉落在手中的石块 粗糙 有质感 带着超凡属性 而且蕴含的生机 接近真实 难道说 外太空 抑郁空间 血池中的那块陨石 真的是从这样的地方 被带出去的 坠落在那里 王轩不可能不多想 他用手抹扎 仔细感应 石皮蕴含的奇异物质 较为稀薄 但品阶极高 还需要向里挖 我如果从这里 凿出一条通道 是否能够进入真实之地 抵达神秘世界的源头 他露出一色 石屑落下 王轩用力开凿 丢下一些石皮 挖到了带着 浓郁能量的石块 这陨石中有东西 似乎藏着什么 热烈而旺盛 折伏在陨石核心深处 他没停下 还在挖掘 对 确实 竟虑 竟虑